全明星王子當隊長 自掏腰抱拍新相片 用心經營團體感情超有凝聚力 飯可以不吃 話不能不說 小編話很多 忙中來插播 小編信眾萬年偶像巨男主角 王子邱聖翼 參加第三季全明星運動會 在多項鐵域競賽中 都有亮眼表現 要選擇往左邊站 打一點有點斜對角 對 不要看出手點 有啦 點死台 開始 王子 也是今天目前為止 第一個射出10分的選手 邱聖翼的精神 GOAL 邱聖翼的精神 邱聖翼 我覺得邱聖翼 是不是有機會破大會紀錄啊 除了是本季百米最快選手 還連續獲得兩座MVP 讓人驚豔啊 邱聖翼 加油 你的弟弟 全能王者邱宇聖 有兩座MVP 常常在你的面前晃來晃去 你今天回家以後 可以提升一點點地位啊 紅隊太棒了 其實今天我表現沒有到太好 但是 我的每個隊友都非常棒的carry我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長的賽季 對我們沒有個人自由團隊 感謝紅隊 Red Fire 得獎的是 得獎的是 王子 抽身一 哇 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的隊友 在平常練習的時候 其實我滿逼迫大家的 我們每一天都練習 感謝每一位隊友都排開工作的時間 努力配合我們的練習 然後每一個隊友 在場上都給我很大的力量 而熱愛運動的王子 其實從國小國中 就參與學校田徑隊 當時還曾代表學校 參加台中市的接力比賽 也有得名喔 三年多前 也曾參加運動比賽節目 50公尺短跑 也有6秒67的好成績 而他當時的教練 就是有藍神稱號的陳奎如 做什麼都超認真的王子 還被紅隊成員票顯為隊長 是凝聚團隊士氣的關鍵之一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啊 我會盡我的權利 去把這個職務做到最好 好好的去幫助每一個隊員 請聽每一個隊員的心聲 把大家的心聲或者是意見集合起來 然後告訴小潔這樣子 據三立娛樂新聞報導指出 因為領隊小潔江洪姐 是比較慢熟型的人 為了讓大家更熟悉彼此 王子會要他和大家一起 聚餐直播等活動 讓大家台上台下都有凝聚力 身為隊長的他 還自套腰包幫洪隊拍形象片 幾乎去掉他酬勞的一半 這隊長真的太感人了 是說王子的凝聚力 可不是天生神力 從模範棒棒糖展露頭角 與威廉阿偉熬拳小玉小潔 組成偶像男團 Lollipop棒棒糖 發行過許多作品 堪稱八年級回憶殺 後來和小潔與弟弟邱宇成 組成三人團體JVM 到現在跟團員們感情仍然緊密 單被拍戲也常會與劇組演員們 玩遊戲凝聚感情 向前那子與任容軒主演的復活 在拍攝空檔都會救演員群們 一起玩狼人殺 在去年生日 合作過的女主角 還一起幫他親身 王子任怨哲恩的超好 相信他一定是很用心 維繫每一段關係 就像這次擔任隊長 也可以看到他對團隊的用心喔 小篇話很多忙中來插播 本來想說這篇做個王子 顛覆大家對偶像的印象 很會運動之類的專題 結果運動完還是很帥呀 哪有偶像那麼會運動的啦 Anyway 讓我們繼續期待王子在全明星的表現囉